哈喽各位小伙伴们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 那么今天视频主题呢就是关于 如何辨别LV的 真和假 我这里主要举的例子呢是Push Matisse 也就是传说中的邮差包 那么我就通过自己学习了 因为我其实之前没有什么建包的经历 我大多数包都是在转柜买的 很少就是说有需要说 怀疑这个包的真假然后拿去建包的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呢这次算是学习了 通过辨别这个真的和这个假的 那么我就想说帮大家少弄一点弯路 因为有的时候呢买到假货真的不是自己自愿的 可能是被带购坑了呀 或者被别人坑了呀 那么如果呢自己有一点那种辨别 真假包包的一点能力的话呢 那肯定是可以帮助自己烧走弯路 那么先请出今天的两位主角 就会这两个 那游会分辨呢其实第一个你就会看防尘袋 然后看防尘袋其实 我不知道怎么说啦有一种感觉 这个字给你看看 这个是正品的字 然后这个是这个纺制品的那个字 会就你说不上哪里不一样 它就是字体会更圆润更粗犷 然后它那个每个字母之间的那个间隙会比较的清晰 然后比较的统一 这个的话就你再一看你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但是呢你看一看就会感觉有那么一点点不太对 然后再加上就是外包中的皮质 这个是比较硬的一个布 我不知道它们是不是改版啊 因为像LV这些牌子它们经常会有改版这种东西 它可能布什么时期都不太一样 所以我觉得看外包装袋呢只是一个可能是乍一眼看过去的 并不是建议这个包是不是真的 就不是说判定它的唯一的标准啦 就是它这个布会比较的硬一点 然后这个布的质量摸起来也不像是纯棉的 哎呀真是 这是我的职业病了 有时候看到布什么的会摸一下就感觉好像不是纯棉的 然后像这个的话呢 就我自己买的这个的话呢 你摸到这个布你是能很清楚的摸出来 它第一比较软 然后第二它的布质一摸出来就像嗯是纯棉的 看包装袋看完了 我们就把里面的包拿出来对比一下吧 这是两个包的本尊 其实这个我只能说它是一个访得非常成功的访品吧 就它能露出来的瑕疵真的不算特别多 它无论是从看起来啊 然后从摸起来的质感都不会说真的跟这个真的有差非常非常的远 它唯一一点我手摸起来的不太一样的地方呢 就是这个的皮质稍微硬一点 就是它的形状会更立体一点 然后你看我自己买的这个它很软 就是它总体的形状呢是没有这么立体的 就这个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清楚 然后一个最直观的不同的呢 就是去闻它 就这个呢是可能有时候是没有办法通过图片来辨别的 因为我也不是专业的鉴定师 可能有一些很细节的地方它们还是有不一样 但是如果是说真的你一眼能看出来的不同的话 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嗅觉 就去狠狠地闻它一下 像这个是真的 你闻它的话它表面不会有什么很大的味道 因为你也知道它们不是不是真的皮 它们是人造格啊 不像我我不是我不是人造格 我是真的皮啊 然后你闻它外表上是没有什么味道 就没有那种比较大的味道的 然后你看它里面去闻里面的话呢 会有一点点不知道你们有买过那种挤皮的包 它就有一点点那种挤绒的味道 也不是挤皮挤绒 有一点点皮革的味道 但是不是很浓 反正味道不是它特别大的那种 你们未必说真的要去说闻一个真皮的包 无论贵还是便宜 只要是真皮的包都会有一点点那个皮的味道 是经久不散的 哎呀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味道 就是有一点点那种很天然的那种皮质的味道 就不会说很呛鼻啊 味道也不会很大 不会说你一打开 嗯我马上就能闻到 就是你可以仔细闻是有一点点味道的 然后像这一个的话 先闻它外面 你一闻就闻到一股嗯 plastic的那种味道 怎么说 它这个最大的败笔 其实就败在了它的味道上面 这个已经是放了还蛮久的了 刚开始的时候味道呢是会更浓 就是你放在这里 一闻你就感觉 嗯怎么这味道会这么大 它不是说那种很假的皮的味道 它也是皮的味道 但是一闻就很人工的那种皮的味道 你知道我在说的话 就是它非常非常人工的那种皮的味道 就不是那种天然的皮的味道 然后隐隐中透出一股那种plastic的味道 就是那种化工化工染料的那种味道 我不知道它这个是不是染的 反正它是有一点点那种味道 嗯 现在我们还有 就像在我这放了这么久了 这个包还是有那股味道 就跟刚刚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哎我看看我能不能形容一下我的嗅觉啊 这个是基本上闻不出味道 然后这个还是能闻到那一股那种化学 化工的那个味道 它里面的味道呢 就是正儿八经的塑料味 就不是像刚刚那种淡淡的那种挤的挤容的味道 它这个就是一股塑料味 不得不说你要是单从看的话 这两个包其实你看不出很大的差别 这两个包我当时是端详了非常非常久 想要看到底你们两个不同在哪个地方 然后我就来鉴别一下 它这个里面就算这么久 它还是有一股那个 比较化工比较塑料的味道 本身的话呢 那一个是没有的 然后刚开始这个的味道会更重 就是重到一闻到你就非常怀疑人生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大味 这包放了那么久 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味道了 但是你还是可以闻得出 它的那种不自然的味道 有一些另外的小细节 本来呢也是应该可以辨别出来的 但是我自己个人来看的话 不是太看得出 就拿这两个背带来说 这一条是那个正品的 然后这一条的话呢 是这个防品的 第一的感觉呢 反而是防品的 这会更重一点 然后这个会更加轻便一点 我不知道它的原理在哪里 反正就是一个更重一个更轻 但是你从细节上面看 你是完全看不出 这两个有任何的区别的 就是那些你一般看就看金属的那个部分嘛 你完全看不出有任何区别 我也是很怀疑人生啊 当时也是摸了很久 想看看你们两个到底有什么区别 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区别的就是这些锁头上的LV的字样 这个真的呢就比较清晰 周围就没有一些就是痕迹 就很清晰盖下去 然后浅浅的很清晰的盖下去 一个Laurie Vuitton的那个标 但是这个的话呢 它印子会盖得比较深 然后周围有点不利落的痕迹 就是感觉按下去稍微有点没那么利落 然后字体会偏粗一点 但是这个其实说实话 不仔细就是不拿着 你真正正儿八经确定是从专会里拿出来的货的话 你是看不出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的 这个也说实话 我也不是做这么精细活的人 所以我只能说这一点的话 我当时是没有看出任何的不同来 然后还有一点稍微有一点不一样的呢 就是这个锁扣 这个纺制品呢 它那个锁扣稍微有点对不齐 然后这个正品的这个金属的这个地方呢 是完全不会有对不齐的地方 所以 Yep So far我就只能看出这么一点不同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他们两个的触感 纺制品这个摸起来厚一点 然后这个正品这个摸起来薄一点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不看得出任何一点有不一样 可能 我非要吹猫求疹一点 就是上面这个花的印记 会稍微的浅一点吧 正品的 然后这个会稍微的黄一点 那个防品的会稍微黄一点 然后这个会稍微的浅一点 我不觉得 这两个从这种小的东西上面看得出有任何的不太一样的地方 另外一点我感觉比较明显的不同呢 这个的话它总体会偏红偏粉嫩一点 还有一点的话就因为我是汗手 我感受的比较明显 如果你们是手不怎么出汗的话 你真的不会感受到什么不同的 那就是这个皮子呢 你拎上去它上面好像是有镀一层膜什么的吧 反正应该是刷过一层什么漆之类的 你抓过的话是不会有印子的 像因为我的手汗是比较重的 一年四季手汗都是还算是蛮重的 可能是我胜不好吧 反正就这个你抓过呢是不会有任何印记的 它就只是一个皮带 然后你慢慢的你可能拎久了之后 它会慢慢的会变得软一点 然后它旁边的这些边的话呢 你拎起来是不会各手的 反正你这样子拎着 反正就是如果你没有跟假的做对比的话 其实你感受会不明显 但是你这个拎起来的话不会有各手的感觉 然后这里的话也不会留下任何的印子 那么像这个的话呢 你去抓这个袋子 你就可以摸得出来 这个袋子是有股色感的 是没有那个正品的这个袋子那么光滑 我当时试验了一下 只要手稍微湿一点 我来给你们试验一下吧 我现在手没汗因为房间里有空调 我舔个我的手指 然后我这样子按下去 它是有一个指印留在这里的 就是它会留下痕迹 另外一个是完全不会的 就是你从触感方面 你就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 以及它这边 就是这个皮环这里的压痕 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压痕 这个就好像是铅笔画过去的两道一样 所以这两个的 在皮质上面的区别还是属于蛮大的吧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东西抓起来 它会各手 因为它的边非常的硬 像真皮的那个呢 它的边是没有那么硬的 它抓起来就不会有什么感觉 然后这个就抓起来非常非常的硬 那你说其他地方 比如说像这个锁头 其实我看到现在 我都没有看出这两个锁头 真的哪里有非常大的区别 可能就是一个黄一点 就是这个会略微的黄一点 然后这个呢是稍微的没那么黄 但是我觉得相机前面可能看的不明显 你就是这样子里里歪歪去对比它的话 你真的不会说发现它的区别有特别多 那么最后一点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去看它的序列码 它这里的序列码真的超级难找 找了半天我才找到 它的序列码呢是你这个口袋掰开 然后在这个角落这里我拉不出来 因为它这个角落真的非常非常难把它拉出来 这个包的序列码上面写的是DU2125 那么DU就是它的生产国 然后后面四个数字2125呢 就是它的生产年份跟月份 那像如果按照它这个序列号的说法的话 这个应该DU好像是法国产还是哪里产 反正它在哪里产都不重要 你看到后面的日期 你就会看出一点端年来 2125的话按它的说法 它第二位跟第四位就是年份 第一位和第三位是周数 一年52周这种周数 那如果它2125这么算的话 2015年第22周产的 所以算起来差不多是2015年6月产的 那么呢这个就引起了我的一个怀疑 因为我之前我在种草这个包的时候 之前看过一个博主的那个 看过一个博主的评测啊 它就说它之前买了一个 好像是2014年还是2015年 它们是做过一个改版的 它之前的话应该是2015年左右 它这个地方呢是有一条虚虚的 就是它这个有个皮环扣在这个地方的 那么它后来改版了 好像是2015年底还是2016年的时候 改版的那条虚虚才没有的 那之前是一直都有那条虚的 所以我就想说 如果你说你是2015年第22周产的包的话 为什么你这里是没有那条虚的呢 这就是我怀疑的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这是个新包 这是个很新的新包 你如果是真的2015年第22周产的话 你这个包怎么可能这么新 LV的特别是说这种超级难买的包 肯定是你产出多少个 基本上就全部都卖掉了 是不可能有2015年的新包的 所以你从那个序列号语院呢 看出一定的端倪出来 那我这个我就不说它产地了 我就说它后面四位的数字了 它也是在这个位置 它们的包的训练码真的是雪马难找 我的深圳通在这里 我找了好久找不到 原来我的深圳通塞到这里来了 摸一摸 它是0198 那么就是说18年的第九周 就差不多是二月份的时候产的 那么我这个包呢 的确也是二三月份的那时候买的 所以的话呢 你时间是可以吻合的 你说你17年底的新包 都还是可信的 那你说你买到新包的同时 而且是个15年第22周产的新包 那就非常的不合它的逻辑 很多比较官方的说法 你可以从很细节的五金件啊 可以从它的防尾走线啊 看出来 但是这些的话 可能要比较专业的人 才看得出来 我呢是个人是看不太出来的 那么我自己的 就能从我知道的这方面呢 总结出来 哦这个包我觉得不是真的 那既然这个东西你已经回 它是真是假的 你就可以选择买或者不买嘛 那就买一些让自己更放心点的东西 有什么不好的呢 那好好我们从这个包包的本质上面 讲了这么多东西之后呢 我就想说再再讲一下 就是说如何避免或者说如何最大程度的 避免自己买到一个不争或者是存疑的东西呢 第二的话就是要真的是信得过的代购 虽然这句话是非常非常老套 你要保证你的东西是真 要么你就是要在专柜购买 然后要么你就在代购购买 但是信得过的代购购买 但是像这种MATIS或者小书包 或者像任何一个爆款的包款的话呢 你是真的很难就是非常非常壮运气才能在自己在专柜上购买的 所以这就资深了有很多 这就资深了有很多造假的人呢 然后也资深了很多无量代购啊 去卖这个包 所以怎么说呢 这个这方面是没有办法说去指摘人家什么的 虽然它很无良 但是我能说什么呢 人家无良不管我的事吗 那么还有第二点的话呢 就是不要太便宜 一般这些大牌的包 像有几个包是完全 有几个牌子的包是基本上没有可能打折的 所以如果它的价格真的是低于市面很多 甚至低一点点的话 你都要考虑一下 它为什么可以这么低能卖给你们 因为就像 就算是LV你到再便宜的地区去买的话 它的价格也真的不可能说低到 特别特别低的 就好像MATIS这个包的话 你低于一万两千块钱 你基本上想都不要想是真包 现在不可能有MATIS是可以低于一万两千块的 除非你去买人家二手的 因为二手的话是完全取决于对方 卖给你是什么价格嘛 但如果你说说要买个全新的包 一个官方的包的话 你要想想代购它自己也要赚钱啊 然后又还有运费这种东西啊 然后还有包本身的价格 而且这个包这么难买的话 未必代购它们去买嘛 上店里就可以拿出货来给他们的呀 所以这个价格的话 我觉得个人我是觉得低于一万二 甚至低于一万三 我都会觉得没有办法考虑 我觉得这个会就是我会很存疑 一般来说皮包的话 比较直观的就是味道 然后还去摸那个皮质 就造的就算假的非常真的那种包的话 它总是有防不到的地方 比如说它的防围码 它的序列码 比如说它的味道 因为如果它 除非它用的完全是跟LV一模一样的皮 就完全是跟这些牌子一模一样的皮 但是这个基本上是没有可能的 这些大的牌子它们都会有供货商 它们的供货商是不可能说我把皮卖给你们 我还就是为了赚点钱就把这些皮卖给别人 就算真的会有同个厂出来的皮也是更略一等等 那么等级不同的皮是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的嘛 我还想说什么呢就是可能有的人真的会想 可能有的人会真的想说我不是真的很在乎这个东西 是不是真的 那这个可能就我们的理念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所以我没法说什么 但是我就觉得如果你真的只是喜欢一个款式 因为觉得它的定价太贵了 完全市面上会有很多可以替代的产品 因为无论怎么说吧 你说奢侈品它们很暴力啊怎么样的 其实奢侈品你说它的成本价很低 然后卖得很高 我不能说奢侈品它们的成本价真的就很高 然后再卖给你这个价格 它们不赚钱它们也没那么好心 但是一般来说你觉得 你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说那些奢侈品都价格很低啊 然后故意弄那么贵的价格卖给我们啊 其实还有运营成本啊 然后还有行政成本啊 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一个商品的成本范围内的东西啊 那奢侈品它定位就在那里 它们的运营成本和行政成本会非常的高 所以这些东西卖得贵呢 是它们的品牌价值 如果你不认可这个品牌价值的话 的确市面上会有很多很多其他的牌子 可能更符合你的个人的价值的 也会出差不多的东西 然后像很多小众的牌子 东西也做的会非常的好看 所以我个人的话 我一般是如果我觉得我真的买不起这个东西 就或者说我觉得它跟我的价值 就是品牌价值跟我个人的价值观 可能不太一样的话 我就不会去选择你这个东西 然后还要是就是我的经济实力 不允许我去买这个东西的话 那我有两个选择 我可以选择不买 或者我可以选择退而求其次 我去买一个相似的东西 都是可以的 那我觉得贾货这种东西还是不要鼓励吧 就是既然我们有技术把一个包做的如此如此如此之真的话呢 那我们也会我们也会有很有能力去造出一个非常棒的属于自己国家的牌子 然后有非常好看的包 那为什么非得要把这些心力全部投注在制作一个假的商品 就去仿冒人家的商品上面呢 这个听起来又不好听 然后也没有人会因为你的造假技术非常高超而为你的工业水平点赞是吧 应该没有这种 应该很少会有这种褒奖吧 那么 今天这个视频呢就是这个样子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哦 拜拜